并要紧的是不革新,将婚,我从事取义工作数十年,2013年5月23日,我当选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,早在1964年,我14岁时就开始参与电影拍摄,在白球恩大夫中扮演一个孩子王,一共五天,拍摄了不少镜头,这个一群小孩子的头头,带着孩子们唱歌,做了不少革命工作, 但电影最终放映时,就只剩下这样一个镜头,村子里边出来一个小八路,一看见白球恩大夫来了,回头就喊,白大夫来了,白大夫来了,然后领着所有欢迎队伍,出来但是那段拍摄经历是一生难忘的,在河北生活了二十多天,我感觉像白球恩这样的人,之所以被中国人民爱戴,就在于他做了很多默默文, 有异于人民的事情,他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知道,他只是满足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,自己对自己的心灵进化,他从事的事业或者参与的活动,那时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, 如今,我经常带领文艺志愿者下基层,实际上文艺志愿服务,不仅局限在演出方面,每一次看见我们的文艺之教老师,我都想哭,他们把孩子组织起来,自己出千百亭许衫,引上搬离所有孩子的面孔, 教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,从文化艺术支教过程中,感受文艺志愿服务,带给他们的幸福,让他们知道,虽然他们地处边远地区,但是他们跟条件好的,在城市生活的孩子们一样,都拥有跟这个世界同步前进的权利, 孩子们非常高兴,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,从这点来看,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,太需要我们这些文艺志愿者陪伴了, 所以,我跟文艺志愿者们讲,我要义无反顾地不断地去,需要我的地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,我都要努力去吧,来支持他们,中国在世界上迅速腾飞,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 我们也要在思想道德上,去尽一个中国人对社会,对人类的责任,所以持续深入,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,意义重大, 就是一团火,萨市满天星,文艺志愿服务就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,下的责任单单和奉献精神的有机融合和集中体现,我们也想从中国文艺志愿者当中选拔丢性分子,将来让他们在国际上从事志愿服务, 来展现中国志愿者的风范,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非常可敬可赞,比如,美术家韩美林,看到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成立以后,连夜给我们设计回标,问她的付多少钱,她说她也是志愿者的一员,不需要报仇,我希望文艺志愿者的工作要做实,不要流于表面, 演出固然是大家非常欢迎的,但我们真正的目的,不是让大家一时受益,而是要让文艺志愿服务工作能够让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受益,今后,对文艺志愿活动和培训地方文艺人才,以及文艺知识服及工作等方面要加大力度,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具有全局性,战略性,前瞻性的行动纲领,在坚定文化自信,推动社会主义,文化繁荣新生,部分提出的奖品位,奖格调,奖责任,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要求,培育和进行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,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使命,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,从而认据价值,付诸实践,文化自信是对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,因此我们要用自信巩固自觉,总观各种艺术门类,起义受众群体庞大,所以,我们要多一分努力,多一分思索,多一分担当,老一辈艺术家告诫,要当好唱手,旧得四海藻,谁的见识多,谁的嘴会说, 要小嘴会说,多劳装驾课,不格语,不格音,顶要紧的是不格心,作为文艺工作者,我们要为基层老百姓送去欢乐,送去当的声音和关怀,用实际行动,当人民中去,走红色文艺清奇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